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嘉华自从去年10月辞去立法会的职位后 民选新界东选区立法会一直一直选空 直到今天2月28日进行补选 大约有94万名已登记的新界东地方选区选民 其中包括来自沙田、江郡奥、大埔、河上水等地区的选民都可以在今天投票 这次补选一共有7个候选人禁赎 各党派一大早在香港各区设立街头办事处 向街方派发传单呼吁市民投票 香港大选民一研究计划在本月22日到23日起见 访问了506名新界东选区登记选民 结果显示泛民公民党的杨岳桥以24%支持度稳战首位 而建制派民间年的咒号鼎则获20%的支持率 在旺角骚乱事件混乱期间被捕的本土民住前线梁天桥 获得12%的支持率 独立候选人方国山则以11%排名第四 这强选举被外界视为建制派与泛民之争 任何一方取得习会将会在地区直选主别中 取得过半数议席 也就是说若泛民在这一次补选中取回过半数议席 将会在立法会分组点票中保有否决权 因此被视为关键的一席 有分析指出 梁天桥选票有机会增加 但最终赢得习会的机会不高 有不少港人认为 梁天桥在补选中得到的票率 是代表香港市民对本土和抗争路线的表态 这次投票在2月28号星期天早上7点半举行 到晚上10点半结束 投票结果估计会在29日凌晨公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